Daby姐姐 哇,小朋友,我們今天約了Daby姐姐 那你去哪裡? 今天的嘉賓就是我了 知道我是誰嗎? Buy Bui 沒錯,我就是Buy Bui 我來香港之後就很喜歡這裡 我今天來探望你們 Daby姐姐 歡迎Daby姐姐 你好 Daby姐姐,我帶了Buy Bui 我今天帶了Buy Bui來探望你們 為什麼你們會識Buy Bui? 因為她很著名,住在濕地公園 哦,她很著名,住在濕地公園 香港其實沒有鱷魚 他們在外地來到香港 Buy Bui是怎樣爬過來? 她怎樣來香港呢? 其實背背她 可能我們覺得她是被人氣養的 即是她養了這個寵物 然後覺得她很大條 可能養不到 之後我們就把她搬到濕地公園 繼續養他們 那她怎樣吃東西 哦,問得很好 Felix 我們一條鱷魚 來了我們這條河的時候 它就會吃河裡的魚 或者一些河裡的小動物 一條我們就可以 找一個地方去養它 如果有很多條鱷魚來到的話 那我們的河裡 可能會讓牠吃光我們的食物 如果是這樣 我們其實就會叫這些 比較有破壞性的動物 我們就會叫它做外來入侵物種 哇 不是所有的外來動物都是好的 那有些甚麼 是 是 外來入侵物種 其實除了惡人 還有沒有其他動物 或者還有甚麼類型 哦,問得很好 這個問題 我們除了動物之外 其實也還有植物 植物也有外來入侵? 是啊 這個有植物殺手之稱 為甚麼叫植物殺手 好 這個為甚麼會叫植物殺手之稱的 微金谷呢 你會看到這一片綠色的 都是微金谷 是呀 這片 魚魚很厲害 這一片都是微金谷 其實這個微金谷 它蓋住了樹 那那些微金谷蓋住樹 會怎樣 如果樹 它是要怎樣去吃東西 用一些金 光合作用於太陽 是呀 那就要曬光去曬衣樹 是呀 魚魚很聰明 那就是微金谷 它攀在樹上 就會遮蓋樹葉 樹葉做不到光合作用 可能會枯毀 問題想問 微金谷這個名字 其實是菊花的其中一種嗎 它也是菊科的植物 但是跟我們平時沖開的菊花茶 樣子有點不同 你可以看看它的花 這是它的花 這是它的燕 它的燕 是怎樣的形狀 心形 心形的 大家可以照顧它 很漂亮 心形 然後有鋸齒邊 我今天帶了一棵樹 和一個無意微金谷的攀層植物 想請小朋友幫忙 像這棵圖一樣 去翹著樹 不如請你們兩個幫忙 翹著樹 看看小朋友 會不會翹著這個微金谷 嘩 我們翹得對嗎 Davy姐姐 翹得很好 其實微金谷的生長就像這樣 就是一個 這些軟奶奶 我們會稱它為攀層植物 它生長的時候 慢慢爬上棵樹 會翹著棵樹的每一片枝條 和腰上 蓋著整棵樹 會令棵樹做不到光合作用 如果你們是棵樹 你們會有甚麼感覺 被人撲住了 呼不出氣 呼不出氣 對,會覺得很重 有機會摘斷了一些枝條 也不行 但為何會生長出微金谷 對,微金谷是怎樣來的 不如我先說一下它的種子 好,這個是微金谷的種子 大家覺得它像甚麼 像蒲公英 蒲公英 蒲公英 嘩,魚魚很厲害 它就像蒲公英 它是靠風力傳播種子 所以一陣風吹過 就可以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而且它每年可以生產到 四萬粒有活力的種子 即是四萬粒的種子都能發出 其實它本身就在南美洲那邊 可能是附在一些 因為它對種子很輕 可能不小心附在一些物件上 便會來到香港 便會看到它 很久之前已經在農田那些地方 已經會看到微金谷的植物 那香港其實有否有微金谷 香港也有很多 平時在郊遊 或者在我家樓下都會看到 所以都可以… 大家師父可以留意一下 對 看看你家裡有否有微金谷 我們就覺得它不太好 因為它有植物殺手的稱呼 那究竟怎樣可以清除它 我有A、B 小朋友可以選擇 好,A就是人手清除 B就是噴除草劑 3、2、1 好了 Maisy為何會選B 因為如果人手清除 它會比較累 而且如果約了它 你也會覺得好像不能呼吸 因為裡面也有很多要摘 Felix呢? 為何你會選B 因為它清潔得快一點 因為它有酸毒 那YuYu呢? A可能就會… 它可能會… 拔到累了 拔爛一隻手套 喔… 拔到瘦上 但B可能會不會那麼累 還有方便一點 對方便一點 我都明白 大家都可能因為方便 或者沒那麼累 就會選B 那我們選得對嗎? 其實我們傳統 如果是說保育 或者對身體友善的話 我們會選A 對呀 因為A人手清除會仔細一點 而且我們清除的時候 雖然會用多一點的時間 但不會傷害樹木 或者環境 B 如果選擇這個除草劑 除了會除了微甘菊之外 其實也會除到微甘菊上面的草本植物 又或者那棵樹 都會因為這些除草劑 而令到它枯毀也不定 也可能會殺到那些小昆蟲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用人手清除 小朋友 你們記得除草劑 最好就是用人手清除 好 我們除了可能經不小心地 來到香港之外的動物 這個我相信大家小朋友都很熟悉 這是巴西龜 巴西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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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它就是巴西龜 我們又會稱它為紅耳龜 因為它的頭兩邊是紅色的 所以也會稱它為紅耳龜 它就是從美國那邊來到的 因為很多人都養這些龜的時候 又可能會放棄了去養 可能會放在一些公園的水池 巴西龜也是全頭100種 具入侵性的物種 為甚麼呢 但很多人會養它 因為巴西龜 它很大食物 甚麼都會吃 比較雜食 而且它的繁殖力 都比較驚人 所以 都是比較有入侵性的物種 小朋友 你們多明白了 這個愛來入侵物種嗎 明白 所以說 小朋友開電視 心事太適色 話禁意 拜拜 心事太適色 programm HOUS 家驚人 日熊 這是